加洛萨医院2019冠状病毒病,简称新冠肺炎快速抗原测试 请留意以下事项 1.快速抗原测试仅适用于没有病征的员工 员工如果有新冠肺炎的病征,应该立即求医 并且按照医护人员的指示接受检测 2.员工需要确认收取试剂盒 进行新冠肺炎快速抗原测试 写上检测日期,并且上传测试结果给部门主管 才为完整地完成一次测试 3.测试之前,请细心阅读试剂盒附有的使用指引 4.快速抗原测试只能指出被测试的样本里面是否含有抗原 如果抗原数量被检测下限低,又或者在样本采集的过程 亦或检测操作的过程出错,都有可能导致解阴性或解阳性的结果 5.试剂盒应该存放在室温,并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所有的部件都是一次性使用 6.测试需要在室温之下进行 7.如果需要查详有关新冠肺炎快速抗原测试 请联络快验室或者感染控制部尋找协助 现在教大家怎样使用新冠肺炎抗原快速测试套装 在开始之前,麻烦大家先截手和清洁好桌面 保持来的手布干爽 大家会收到一个测试的套装 在这个套装里面会有以下的物品 包括一支棉花棒,一支药水,一支胶管,一个蓝色的盖 一包测试的盒子,另外有一个胶袋 另外请大家准备三样物件 包括一个杯,一支游性笔,和计时器或者有计时功能的手机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拿起那支药水 拧开上面的盖 然后将药水拧开,然后将药水拧在胶管里面 大概拧两次就会拧在胶管里面 也要检查一下,液体应该要超过底部有一条界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胶管放入杯中 接下来我们就会拿起棉花棒 在包装的末端打开它 将棉花棒拿出来 注意手指不要碰到棉花头 将棉花棒插入两边鼻孔 先将棉花头塞入其中一边鼻孔 约2公分位置,直至感觉到阻力为止 慢慢旋转棉花棒,沿着内边摩擦至少5次 将棉花棒取出,在另一边鼻孔重复相同步骤 装完毕之后,我们就拿起胶管 将棉花棒插进去 棉花头是要浸在液体里面的 然后我们就搅拌它,搅拌5次 轻轻拿起棉花棒 擠压棉花头,将多余的液体擠出来 然后我们会看到棉花棒上面会有一个压位 我们就在压位那里,将棉花棒压断 棉花棒就会保留在胶管里面 棉花棒多余的部分,我们就先放在一边 之后我们将蓝色的盖拿起,扭紧 将胶管再次放在杯里面 然后我们进入测试的部分 首先拿起测试盒子的包装 留意背面最底会有一个日期 这个是一个到期日 如果到期的话,就不要用了 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拆开这个包装 拿出盒子,将有文字的边向上,垂直地摆在桌面 然后在空白的位置写上今天的日期 写完日期之后,我们留意圆形洞的位置 之后呢,我们拿回胶罐出来 留开下面的白色盖 对准圆的上方 缓缓地出五滴的液体 是一定要垂直的 之后我们将白色的盖扭好 放好胶管 随即呢,我们就要教计时器15分钟 那这个期间呢,就千万不要触碰盒子啦 15分钟之后就可以读取结果啦 随即呢,就请拍一张照片作为记录 然后将照片发送给你的部门主管 请在五分钟之内拍好你的照片 如果不是,结果就会不准的啦 那结果呢,我们怎样读取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留意在英文字母C旁边 必须有一条环线 如果那条环线没有出现的话 就代表这个测试结果无效 那可能是之前测试的过程有步骤做错了 那就要重新再做的啦 那如果是阴性结果的话呢 我们就只会见到一条的环线 那但是万一如果我们见到两条的环线 就是英文字母T旁边都出现一条环线呢 无论是深色还是浅色 都一样是阳性的结果 就要麻烦你立即通知你的部门主管啦 将用完的测试盒子 用过的包装、膠管、棉花棒 剩下的部分等等的所有垃圾 放在原本的包装袋之后呢 我们将它密封 放在普通一般家用的垃圾桶里面 然后结手 再清洁桌面 那就完成的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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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